我們現在的底色好,我們現在珍珠綠噴完了 我們漆怎麼做回收 把剛剛調勻的沒關係,倒回去 但是記得就是,基本上不要混其他漆 你原本的顏色沒用完 加點溶劑把它混回去,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可是記得混過色的漆盡,盡量不要這樣做 OK 那再來的話,現在的部分 我先教大家這個,顏色的部分要怎麼清潔 首先呢,我們可以用西杯的方式 攪拌放乾,先用香蕉水弄一弄 擦乾淨 一次擦不乾淨,還是擦第二次 OK OK 好,乾淨了吧 非常乾淨 沒有,沒有任何殘質 OK 好,那 原本的這個 我們槍還是髒的 槍裡面還是綠色的 我們先把香蕉水倒進去 它第一回合一定是髒的 那 我們用逆噴 第二個螺栓轉 鬆一點點 打噴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冒出很多泡泡 對,那個泡泡的話就是 幫忙它沖一下 OK 那沒關係,我們洗下來的,我們就先倒回氣杯 這時候看稍微氣杯乾淨一點點 但是一個回合通常還不是很夠 所以我建議再回去,回鍋一下 再回鍋一次你會發現更乾淨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香蕉水 再稍微試試 大概半杯 然後 然後逆噴 看不到嗎 OK 那這個時候 逆噴完一回合 我們希望接下來更乾淨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拿著 乾淨的衛生紙 輕輕的轉一圈 要回去 它可以看到我們的 槍裡面非常的乾淨 對不對 因為沒什麼雜質嘛 但是還是注意一下 你用比較糟的衛生紙 有可能會有毛屑 那人家也有人用化妝棉 看你們自己 那記得全部弄完以後 把那個 槍頭 鎖緊後 再用 倒一點點香蕉水 逆噴 然後再直接 烘兩間 滴一搭到高 自己抓 抓這個面子 反正你自己覺得 你乾淨就OK 那有這香蕉水 就OK 反正你覺得 反正你覺得 差不多 這個皮鞋 差不多乾淨就OK 還記得這個 珍珠跟金屬 這個 基本上還是要多注意一下 盡量不要有殘留 可以的話還是多檢查一下 看裡面有沒有這個 殘餘的珍珠粉 或是金屬粉 來 那我們今天 來玩一個遊戲 嗯 那怪敵對 蛤 對 對 這個 這個一個是消光黑 還沒噴補塗 這個是像珍珠綠 感覺會出差別嗎 對 很明顯 那這個東西 顏色可以更漂亮 怎麼 讓它更漂亮 今天有時間的關係 大概 先喊證 來 那現在 這邊 今天 現在示範的就是剛剛 我們這個 星濤綠的這個 測測 我們今天要把它算圓點七 那圓點七 由於之前 調的比例 有些人 常常弄得亂七八糟 到後面 那個沒有達到一個最標準的 一個轉金層 那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這個是特效料工具 然後另外一罐 基本上我建議放冰箱 這是硬化機 那我們的比例是1比1比2 1比1比9G2 OK 那怎麼做呢 撥開來 有不用換了啦 這東西基本上還算滿油的 大家看透明被比例應該更清楚了對不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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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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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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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霧掉的東西 攪拌以後會變小一點 瞬間灼掉 瞬間清了 有沒有看到 清了 它灼掉就一瞬間 那些 手滑掉 來 大家現在看 整塊是清澈 下面是髒的 整塊是清的對不對 OK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繼續玩去油漆 這個漆呢 基本上我們一次調完一次噴 記得這個漆不能放 所以我們的消耗心就是一次 那 有人喜歡大槍噴 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建議還是小槍噴 因為你大槍噴反而會極其 趕快點 讓大家看看有免稀的方向 我就是把他噴濕 我就是把他噴濕 我就是要他噴濕濕的 很亮亮 他的表面 我就是要讓他 拼光閃閃 流亮 所以你剛才前面凍死在消光 在這邊 基本上 健康的就是要濕潤 他的濕潤盡量還是不要流鼻水 就是有亮就好 那這個時候 厚度地增著 反正 厚一點沒關係 但是不要流鼻水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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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欸 你看 我們大概才噴一半的車殼 一半的那個 汽車用完了 我們要去按確定就好了 基本上就是盡量紅 但是不要讓它有明確的 慢慢的吸沒有關係 這個吞的那個 量可能會比那個 我們剛剛上的體積還多 大概兩倍到三倍厚 因為我們要它有烤漆的效果 所以 必須讓它有 有一些累積的亮光 達到這個 最亮的效果 當然啦 一開始的光一定是 充滿了這個 這個油油的感覺 或者是沙沙的感覺 或者是沙沙的感覺 但是我們盡可能的把它疊厚 讓這個沙沙的整個面 一概落出 這是所謂的橘皮 有橘皮也不用怕為什麼 我們後面拋光可以把這個 黑類問題做一些解決 所以你稍微塗噴厚一點點 其實沒有太大關係 可以感覺到 已經 麵已經比剛剛亮很多了 當然我們有時候噴沒辦法一次到位 但是 盡可能的讓這個 效果 達到一個 烤漆麵的一個標準 我們知道可能會有些橘皮面 而且沒有關係 就是盡可能會讓它 重現最完美 因為它乾的時候它會生了 所以如果有一些部分的小橘皮沒有關係 是造風的 因為它是汽車 它就是要表面平衡 光滑 OK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面有沒有不一樣 好 好 跟剛剛比有沒有差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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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